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中 台湾又换来什么样的国际空间呢 朱席会露了线吗 马英九朱立伦是一模一样的吗 国共论坛事务官去干嘛呢 两岸交流是黑箱吗 事务官赴国共论坛这合乎体制吗 在今天的政经现实批要深入探讨 松烟文创的合约曝光 大家来揪鬼 谁站不住脚 我们今天要严审松烟文创BOT的合约 还有政经的独家 松烟征审委员曝光了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内鬼呢 我们要请大家来评评的 不过首先我们等于来看到的是 这个朱席会之后 有很多的外媒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在美联社的部分呢 认为朱立伦确认了国民党支持 与中国大陆统一 结果对这样的一个报道 朱立伦震怒 还反过来要求美联社撤稿呢 结束北京主席会后几个小时 朱立伦参加新北市的市政会议 虽然脸上看来有些疲倦 但对美联社报道 他走的是终极统一路线 朱立伦马上变脸 所以我们立刻提出严重的抗议 他也立刻撤稿 我想有的这个媒体 不管是断章取义 或者是恶意扭曲 我们都觉得大可不必 朱立伦强调他跟习近平闭门会议 讲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存在是事实 不过习近平在闭门会中指出 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将重回动荡 在野党认为朱立伦被对岸霸凌 但身为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可不是这么想的 所有的台湾本身 我们的情节不要纠葛在1992 我们要看2015之后 台湾未来在整个区域经济区域合作 以及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上面 另外对于培养下一代青年的部分 照顾中小企业应该怎么做 这才是我们关键的重点 国共两党时隔六年再度会面沟通 无论两岸或国际之间 时空变化让两党认知出现差距 在朱立伦领导之下 2015之后的国民党该走什么样的路线 看来党内还充斥着许多意见 记者 中华报道 刚才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朱立伦是说要美联社撤稿 他做了一件欧巴马都不敢做的事情 好 我们到头来回想一下 看到底我们把这个带子重播一下 看到底是美联社有理还是朱立伦有理 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们立刻提出严重的抗议 他也立刻撤稿 我想有的这个媒体 不管是断章取义 或者是恶意扭曲 我们都觉得大可不必 其实所有的台湾本身 我们的情节不要纠葛在1992 我们要看2015之后 台湾未来在整个区域经济 区域合作 以及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上面 另外对于培养下一代青年的部分 照顾中小企业应该怎么做 这才是我们关键的重点 好 如果我是美联社记者 我听到不断的重申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的意涵就是一个中国 所以美联社做了这样子 认为朱立伦在重申终极统一这样的目标 到底有没有错呢 好 我们再来听一遍 在九二共识里 第三 未来台湾有更多的国际发展空间 在国际组织之后 国际上有更多的一起机会 同时 最近 是总书记3月28号 在国际团队特别提到 未来亚洲是命运的工作 同样的 总书记也特别提到 世界好 亚洲才能更好 同时 亚洲好 世界才能更好 同样的道理我想跟在两岸里一样 两岸好 亚洲才能更好 亚洲好 两岸才能更好 也希望未来我们两岸能够在 中国共识的基础之下 推动共同携手合作 我们共同面对亚海地区 在区域的特别区域 区域的环境保护 或者是区域的经济合作上面 能够携手合作 好 朱立伦到底说了这段话 美联社把它解读为终极统一 有没有错呢 我们来看看美联社 它的原文是什么 今天不小心又要教英文 不好意思 来 他这整段是这样讲 他说Eric Du就是朱立伦 他说 意思就是说 他再次重申 他这个政党 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共识 这个是什么呢 在中国跟台湾的这个九二共识当中 这个Chinese and Taiwanese negotiation in 1992 那什么是1992的九二共识呢 他说 它是一个这个interpreced by 北京 这个就是北京所解释的 这是一种承诺 是什么承诺呢 是一种eventual unification 就是一个终极的终究会统一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好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再把这个东西呢 看看朱立伦当天所说的 每一个字的逐字稿 我们来解读一下 我们看下一页 好 朱立伦呢 在这个短短的三分钟左右的谈话当中 这是朱立伦发言的全文 他说 双方达成两岸同属一中 但内涵意义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识 这个地方谈到了九二共识 谈到了两岸同属一中 好 九二共识我们知道嘛 大家都耳熟能详 就是一中各表嘛 一个中国格子表述 这个地方强烈的提到两岸同属一中 但内涵意义有所不同 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如果今天朱立伦讲的是 双方达成两岸同属一中 但一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眼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台湾的眼里是中华民国 这样内涵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识 我相信全世界都不会搞错 问题来了 朱立伦把一中大声的说 但是内涵呢 却含昏带过 所以如果今天作为我是一个美联社记者 我当然认为你这样的说法 是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 这是没有错的 好 如果这个地方还看不清楚 我们继续往下解读 他在整个三分钟左右的演讲稿上面 我们看上一章 他提到了九二共识 然后这个地方又提到了九二共识 这个地方说 中国国民党已经将九二共识 纳入党纲当中了 好啦 所以他再一次验证 美联社说法没有错嘛 这是你的parties consensus 这是你的政党 中国国民党的共识嘛 2005年你把共识纳入党纲当中 好 我们再看看这短短的三分钟演讲 他谈了多少次的一中跟九二共识 他呢 又继续说下面一章 他提到的是九二共识 是希望两岸交流能够更深化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好 未来台湾有更多的国际发展空间 如果这个地方 他说既然是我表述嘛 我表述嘛 那我就说 未来中华民国有更多的国际发展空间 那就真正应验了一中各表 我想这就不会有错 美联社也不会听错 他更不用震怒 他也不用叫人家撤稿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一页 在这个九二共识当中再提到了一次 短短三分钟又提到了一次 未来我们两岸能够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 做这一下以下的事情 这就是朱立伦的演讲的全文 好 到底美联社错了 还是朱立伦错了 朱立伦凭什么要外媒撤稿呢 文雄哥你怎么看这个我看来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是个国际大笑话 朱立伦毕竟是历练真的不够 我经常讲说他从15年前应该算16年前 他担任立法委员开始到现在 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告诉我说 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在立法院短短两年多 我必须说他的记者会 请各位翻开下记者会 大概都是我们谈过的问题 他把我们剪接起来 变成他的记者会 我印象深刻了 当县长也没有当好 那现在即便要 要选这个总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除作不前 也代表他很没有自信 那因为这样历练不够的一个人 那我就好 那这一次到北京去访问 应该叫会见 我们不能叫会面 不能叫会谈了 两件事情 我先把这个背景 第一个叫什么呢 因为他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所以他必须有这么一次的 这个到北京去 这个是正常 因为国共本来就有个论坛 那么他去也会被骂 不去也会被骂 看哪一遍人说的 在第二点最严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点他很肤浅的在哪里 就是说 他一路上只要求 你们不要叫我是中共国民党主席 你们同学 你不要把我当主席 我要坐 我不坐黑头车 这个像不像马英九 完全在很肤浅的那一面 要取得个人的声望 还有自己拉行李 自己拉行李 何必呢 那个行李到底是拉谁 我也不晓得 到里面有东西我也不晓得 那就穿个牛仔裤 背个登山背包 那就干脆 对 你讲得这样更好 所以从这个我刚才讲 铺这个梗以后就说 因为历练不够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一次他的发言 完全不恰当 譬如说站在复权大学 他说 我们现在是公平分配 公平分配 为什么要到大陆去讲了 是你台湾人的问题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 我跪下来 拜托 你分我五块 然后你记得吴炳瑞他也要五块 然后那个王时琪炳瑞他也要五块 因为这样才公平 你们红利要这样分配 很丢脸 你跑去大陆想这干什么 你应该是说 我回忆这十年来 两岸的交流 被少数人在那边操纵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都一样 两岸如果要交流 不应该再有少数人来控制 漂亮吧 你把台湾立场讲得清楚 好 再来就是说 他到习近平那边见面的时候 我常常讲说 媒体界我看到 出口能成章的有两个人 一个叫李庆安 我们在亲民党的时候 他开记者会 他讲完以后就是一篇新闻稿 不必再加一个字 也不必减一个字 连斗点都不用 还有另外一个叫周玉寇 真的是讲得太好 可是呢 报告 不能叫报告了 朱主席 你的功力只有人家十分之一 你把乱七八糟 什么三中一七也弄过来 九二公司弄过来 就弄成一个不像样的东西 请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朱立伦先生 你告诉我 中国国民党在去年惨败之后 在未来的两岸关系 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你的政治幕僚太low了 完全没办法提出 未来你中国国民党要怎么走 甚至于说 如果你还要继续执政的话 中华民我怎么走 你有没有告诉我们 没有 可是你要看习近平怎么讲 习近平说 习近平讲话是一个字 一个字看了 在一张念了 为什么 他不会讲话吗 不会吧 很慎重其事告诉你 我的现在立场是什么 他怎么讲 他说 我们现在两岸关系 两岸的交流 我们面对的是所有政党 台湾的所有政党 和台湾全体人民 对 不一样了 过去只跟国民党 所以 民进党 加油 搞不好 搞不好 精英论坛里面要去 可是 相较之下 我们 朱立仁主席 好像在那边演讲 每一句话 我想等一下请彭老师 彭 彭匹来告诉我们 这样的言论 这样的语气 对 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心里面 有什么样 每一句话的后两三个字 应要提高 对 他不是台中人 我也台中人才是这种习惯 那就是那个嘛 小说演讲 就是小心 匪谍就在你身边 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 我们身边的任何人 这什么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实话 因为经验 因为他力量不够 去承担这么大责任 对 他实在很辛苦 所以我也不见责怪太多 就是说 第一个你没有论述 第二个你是很肤浅 第三个 人家都告诉你 你提了一些东西 人家都不回应 只告诉你 我现在面对全部政党 我现在面对全部人民 所以也难怪 有一位先生很坏 叫郭正亮 马上在那边 就说他减分 你是怎么写 减分是不是 失分 我还不敢讲 失分 这个是国共高峰会 结果他说他要面对所有政党 对 所以你看 人家已经 共产党是利用这个当平台 因为从去年 一日共谍以后 很久都没有跟台湾的人交锋 第一次交锋 谢谢 从此之道朱立伦 拜拜 朱立伦是这样 他因为他是中共国民党党主席 在历史上 他必须要这一趟 OK 否则的话明年 国民党输入的话 他还有这一趟 他什么趟也不要了 好 我们进段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连线了 在这次朱席会当中 有人说 抢了朱立伦风采的董小姐 那么在台湾 他的言论引起很多的争议 但是我们要听听他的说法 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们现在在线上的是 这两天朱席会的时候 他也有些发言 在台湾的媒体 引起了许许多多讨论的董淑珍 董小姐 董小姐 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董小姐你好 首先要非常谢谢 你愿意接受 真经现实批的访问 你觉得这两天 台湾的媒体霸凌你了吗 我说实在 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在哪里 第一个 我是在国民党里面 以一个党员的身份 在对党主席 一个建议 而这个是一个内部的问题 OK 我竟然会引起 台湾那么多人来关注 就表示这个议题 一定是很多台湾人 也想知道 是不是这样 没错 没错 表示这个议题 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台湾人 很多人很关心 这个就是 朱席会跟两岸之间的 不管是九二公司也好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 内部的民意 可能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跟您的想法有一些不同 好 第一个我先解释 我那一天的 对 我觉得今天 国民党 我是42年的党员 16岁加入国民党 我在 你当年怎么加入国民党 你16岁的时候 是高一嘛 对不对 我爸爸老八 是国民党的老兵 我妈妈是三地人 有三地的血统 原住民 今天我们要谈的 自己在台湾人 有没有把自己看成中国人 倒是 如果你说我是台湾人 你要从第几代算你是台湾人 这个我们今天要先把这个先搞清楚 OK 因为真正的台湾人 在当初三百年前四百年前 是三地人 了解 就是我家的祖先 了解 但是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是由于第几代 来到中国 来到台湾 就不承认你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我不能苟同的 但是两党 两党你要我讲完我来讲 两党在台湾竞争 我觉得是一个民主 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发现到 现在两党的竞争变成恶斗 我今天身为国民党员 我看到国民党在台湾失去地位 而是在被抹黑的情况下 失去地位 在第二个重要之下 对两岸之间的不明确性 了解 你知道两岸之间 这种不是只有国民党 或是民进党员在关心 而是两千三百万人 都要关心到底 我们在这个保岛上 如何生存下来 如何安全 董阿姐对不起 我打菜一下 我觉得你好像 所以呢 我当初的时候 我的用意就说 今天国民党 如果能够明确地带头 把两岸的政策 先把它订定出来 比如国共合作 比如政治谈判 这个所谓国共合作 不是在谈统一 国共合作 第一个政治谈判 你就先谈 你今天的灰弹 不要对了我们 两千三百万的这个岛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个先撤掉 我们来谈谈 两岸之间怎么共同合作 这种共同合作 有太多太多 除了经贸上 包括外交上 是不是 好 董阿姐 今天我们的国民党 在这里随波逐流 什么叫随波逐流 今天不大敢讲出来的是 因为知道民意 在很多方面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方向 所以在抓民意 抓东 抓西 所以我那一天才会说 两千三百万有不同的声音 一小撮不同的声音 反对你 你不要再负他 你要给我们的是 我们大部分 这些百姓 深蓝的也好 百姓需要听到的是 你两岸的真正的政策 我讲错了吗 董阿姐我知道 你们这些例子 我了解 我了解 那我觉得我感觉上 你还是受了委屈 我从你的这个话 声音当中 我觉得你还有点云怒未消 你觉得台湾的媒体 断章取义了 是这样吗 这百分之一百嘛 还有因为你们要炒作 我真的我拜托拜托 留给台湾一个干净新鲜的空气 我每次回到台湾 我都不敢打开电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国际报导性很少 就是在那边谈选举 谈斗争 有必要吗 今天我孩子也在台湾长大 之后才去英国 然后现在到中国大陆来发展 我也有孩子 我将来这些台配也好 陆配 你说他们是不是台湾人 如果今天我儿子在中国大陆 娶一个中国人 你说他就不是台湾人 今天这台湾人 你们有没有想想 将来的定义要定在哪里 包括我的孩子 如果是在英国取的一个中国大陆的 跟他在中国取一个中国大陆的 有什么不同 你们有曾经这样的定义过没有 好 董小姐我请教你一下 其实你误会了 如果你回台湾的时候 你有机会看一看 49台一电视的震惊现实P 你会发现对台湾的媒体 有不同的观感 我们的看法很多元了 我再请教一下董小姐 你的意思是说 不要理会台湾少数人的声音 难道你认为台湾现在认为自己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赞成不赞成统一的人 是少数吗 你觉得是少数吗 我现在让跟你讲 我敢说百分之一百 要两岸目前是一种和平状态 不谈几统几毒的是多数 这个我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的发表 我所谓国共合作 我并不是说谈国共如何统一 这个我们主题要先明确 我所谓的合作是有很多的空间 包括陆配也好 台配也好 将来如何来发展 包括你想一想 我35万对是从他们在说 今天在大陆上已经有35万对的台配 是 我想这么大的一个群众 如果国民党你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票源 了解 我对你国民党将来在台湾选举的时候是不是很有用 了解 那就是我对朱主席的一个建议 我懂 其实董华姐我了解 站在一个国民党忠贞的国民党员的立场 你对党内的人讲这些话 是你的对党员的你的心声 这我觉得我也同意 虽然我不一定了解 我不一定同意这样的看法 对于全体人来讲 但是我了解你这样的心情跟你这样的立场 这点我觉得无可厚非 对 但是我要请问一下 你们接朱主席的这个场合是一个朱席会吗 就是没有错 就是朱席会的时候你们就宴请他对不对 对不起 这跟朱席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当初通知我的台协副会长来通知我参加这个会 是以国民党员的聚会 因为朱主席来了 所以他希望国民党员能够表示一下对朱主席这方面有任何一个建议 并不是因为朱席会 今天如果没有朱席会 我一样会发表我一样的一个心声 包括我如果到了台湾有机会见到朱立伦 我一样也会把朱主席我在上海讲的话讲一遍再给他听 好董娃姐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这个朱席会 这一趟朱立伦主席去的主要目的是朱席会 会完以后就回台湾 那朱席会有一个很重要 国民党在2005年就纳入党纲的一个重要的共识 就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嘛 那九二共识呢我想大家朗朗上口我想你也清楚就是一中各表嘛 一个中国格子表述嘛 对不对 是啊 那格子表述的意思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他一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称一中为中华民国嘛 这样讲您同意吗 是啊我同意啊 OK那为什么自始至终贵党的党主席呢 却完全的缺于在中国的领导人面前提到任何与中华民国相关的字眼呢 你这个问我你又问错了 你应该去问朱立伦 因为我在第一个不在现场 第二个我也不能带他去发言 今天我要谈的是我那一天被你们扭曲的我的谈话 我还要我还真的你如果是主持人 你真的也爱台湾 我真的希望你多问问这些立委 这些议员到底对台湾有什么贡献 我今天董淑贞在台湾养了32年的流浪狗 我今天董淑贞我捐给台湾这一些孩子 70个孩子3D孩子 我捐给他们的图书 我给这一些孤儿 我给这一些罕见疾病的 请问你们这一些人到底对台湾做了哪些贡献 董淑贞我想这两码子是 台湾的立法委员文明代表 他们有做他们很多对台湾的贡献 那你对于这些流浪狗或台湾的孤儿的贡献 我想我们也是谢谢你 我想大家也都 不是谢不用谢 因为这就是一个回贿台湾 不用谢 好没有问题 我要问的问题是说 我们从你的名片上看来你在中国大陆是经营事业有成 而且你在名片上我们也看到你有很多的相关的头衔嘛 那你在名片上印着这个像统战部的这样的咨询委员 这样的头衔 你会不会觉得对台湾人来讲很刺眼 我告诉你们讲一下统战部底下有很多协会 其中有一个叫海外联谊会 你包括我们的台协 台企都有统战部的人 对 说说统战部是不是有帮你们这样组织 这个我不敢讲 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 我今天被挂上理事 是他把全海外的能够结出的这些侨领做成他们的理事 而今天做他的理事对不起不是只有我董淑贞 海外的这样的台湾人做他们的理事 是也有五六十个甚至八十个我不知道 好那董小姐从我们台湾大部分的人的角度来看 像子的名片这样的头衔 身为统战部的这个里面的协会的理事 你觉得台湾人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头衔跟这样的言论 你觉得他们不会反感吗 我说实在的 今天一个协会的头衔跟他个人所出来做出来的 这个举止是两码四 头衔如果你们反感我的头衔对不起 那我也没办法去接受你 你懂吗 我懂我懂 你觉得说你讨厌我的头衔 你今天讨厌我要说的你是不是讨厌我这个人 而不是你讨不讨厌我的头衔 我今天不是毁购 我今天不是做监贴 你能够讨厌我什么 好 那今天的理事不是只有我董淑贞一个人在当 只是他们没有浮出台面上来 那今天到底这个董淑贞有的这个头衔对台湾危害到什么 那也请台湾的民众也请你们这些喜欢拿这些小事情来做大文章的人 嗯 给我听听看 我到底这个桃衔我危害台湾什么 OK 董事长我是另外一个主持人 你好我是另外一个主持人 我想请教您的是 我知道你非常关心就是这个下一代的发展 所以你会在整个言论当中谈到说 留给很多台湾的这个后新生的一代 包括您自己的子女在内 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发展的经济发展的空间 但是我还是想要请教您您认为在政治体制上您希望留给你的下一代是民主的体制还是极权体制呢 我告诉你我百分之一百赞成民主 但是如果一个民主是像台湾这样的叫做爽 叫做有什么我不可以 嗯嗯 这不叫民主这个叫做乱民主 民主你知道吗 我在1993年我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 英国人就问我的一句话你们要不要听 他说你2003年要到大陆去投资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那个是一个共产国家 那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 我就问过他们什么叫民主 我想请英国人给我解释 我说当一个民主的前提是要有什么要件 我们叫做民主素养的要件 第一个你要有道德是非观 你们主持人同不同意 第二个你要有受过教育 什么叫做教育 就是你今天能够辨别什么是非 而不是感情来选出你所谓的你喜欢的人 来替我们社会替我们国家在做事 那谁来定义呢 叫做民主 对不对 同不同意 谁来定义什么样叫做有学士 有这个能力判断 什么样的人是爽 什么样是报名呢 这个教育是要有传统的 传统的教育 所以我当初就在1997年吧 我就跟这个老外讲 我说今天中国还有市役人口还在文盲 没有挂上教育 也没有所谓的道德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时候 他是不可以民主的 因为在这一种情况很容易选出来的一种感情 所以你觉得 是一种是非的 所以我觉得你所谓的民主要有这一种培养的过程 那我想请问主持人你刚才问我的 台湾就算民主了吗 好 台湾是不是比大陆民主 选举就叫做民主吗 你认为台湾是不是比中国民主呢 我就想问主持人你这句话 台湾有的选举叫做民主吗 今天买票的还是这么多 今天在做民主的过程 董小姐你晓得吗 我对不起我必须打差 您是共产党代表是吧 叫民主吗 我必须打差一句话 您知道买票会选被抓到大部分都是贵党的党员居多 您了解吗 对不起 民进党的被抓的也很多 对在比例上来讲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你认为民主的素养 要选出你心中的人 不需要教育吗 不需要示威观念吗 所以你觉得台湾的选民 台湾现在还没有办法实施民主 这是你的意思吗 因为民智未开 不是 台湾已总向民主 但是我说的是乱民主 我所谓的乱民主 现在台湾能选出来的都是品种感情 然后品种乱象 董小姐 台湾的乱民主 是还是挺可爱的 因为据我所知 你们是不是现在仍然想有台湾的健保啊 劳费基金啊这些体制呢 但是我又要说回来的 我又要说 我不是说绝对的台湾人 我说的今天就像你们不好好去亲缘 亲什么我讲话的这个源头 第二个不好好去亲缘亲什么 好好的访问一些真正对台湾有做过贡献的人 我就访问你了 让更多人 我这部就访问你了吗 你觉得感受台湾人 有一个学体的目标 你不能访问我 我不是台湾人所要去学习 董小姐你前天讲的话是对吗 说我什么毁共 说我什么已经变成 你刚讲一通嘛 你仗了在大陆的那种身份 台湾人身份在大赚齐钱 你前天讲的话对吗 我们在场是刘文雄委员了 那你听得到刚才说的吗 你要回应他吗 我不用回应他 因为这种口角之斗 对我我没兴趣 OK 好不好 我生意还很忙 你们呢我刚讲的话我也讲完了 然后呢 你们再去访问一些比较有意义的 比较能够鼓励我们下一代 OK 真的 所以我想事隔24小时以上了 你觉得台湾的媒体对你的这样子的说法的一些报道 你觉得不公平吗 我应该说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可是我看你刚刚那么气 你应该是在乎啊 今天一辈子在做 我自己该做的 该还给社会的事情 好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不是只有应付你们这些政治 所谓的liar politician always is a liar OK 不要脸 喂董小姐还在线上吗 你挂电话了 不要脸 还是谢谢你啊 这个可以吧 我们进段广告马上过来 好刚才我们访问了这个董淑珍小姐 因为她在这个跟朱立伦在中国大陆 一个党内同事聚会的场合当中 她说了一些引起台湾的民意 轩然大波的话 包括说她觉得这个大家呢 多生两个小孩 然后就回台湾投票就一百万票 另外刚刚我们在跟她讨论过程当中 她觉得媒体确实霸凌了她 她觉得台湾的媒体呢 是目光如斗 另外呢 认为台湾的民主呢 是一种爽民主 认为台湾的民主 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 她认为这不算 她同时对于 她的很坚持的所谓的统一的路线 她仍然坚持 她也不认为她统战委员的身份 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种伤害 这是她的看法 那刚才我想在我们在座的这个 来宾也按捺很久了 很多人就已经桌上的杯子都在摇动了 所以我想那个刘委员 是 我首先要觉得这个有点小遗憾 就是说因为在 在这么优雅的节目 先是正式 主持人也这么优雅 这么优雅 和她的夫人这么优雅 我们这边那么大声 像各位观众表示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我必须说 如果没有台湾的民主 没有台湾的自由 请问董淑珍小姐 你有什么本事可以读书 你的父亲是我们所谓的老娥 你的母亲是原住民 如果没有台湾的民主 没有台湾的法治和自由的话 你凭什么 如果你当时你父亲没有来台湾 而是在中国大陆的话 你可能到现在是文盲 第二点 你照了台湾人的身份 在英国在大陆做了很多生意 我要请问 大陆台商有150万到200万 这么多人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可以当到中国统战部的 海外部的文言议会的理事 你是告诉我一点 那就是你完全倾向中国大陆 你罔顾台湾人民的这种感受 前天的谈话 难道你不觉得有一点点 应该向台湾人民道歉吗 你的说法是不要理那些人 你可能指的是民进党 可是你连胆子都没有 你就明指民进党你就讲嘛 国民党里面也有批判国民党的人 为什么台湾这种民主自由 你从台湾得到好处 你回头再批台湾 你的算术不及格 我也不晓得你的小学老师是谁 台湾35万人去 结婚以后一定都投给国民党吗 生两个小孩不用长大吗 我也搞不清楚 你就是一位要讲给 中国大陆的统战部听 你哪里是讲给朱主席听 所以我在这边奉劝 中国国民党的朱主席 虽然你这次到大陆表现并不好 但是你至少也好歹 向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所有党员 或者向台湾所有的民众说 董淑贞的说话代表他个人的意思 代表他在台湾大陆的意思 不代表中国国民党的意思 这点你不讲的话 我相信网路上绝对不会原谅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在1129 去年1129得到一次教训 可是看起来中国国民党 包括您在内 你并没有自我检讨 并没有知道 中国国民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还在堕落 我想 中国国民党有一个现任的全国党代表 19届是现任的 是像董淑贞这样子的讲法 他的这个说法 其实跟国民党一些过时的大佬 的言论是非常接近的 比如说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这些军系的大佬 他们的发言内容其实也都很接近 民主不成熟 这些人是需要被教训 被教育 这类的言论 可是我觉得他除了对台湾人 不礼貌之外 对于中国配偶是非常不礼貌 大家知道婚姻是因为感情来连结 基本上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 要因共同生活所结合在一起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一位董小姐 他把这个婚姻赋予莫大的政治意义 这个是三十五万路配 然后要教育你的这个配偶 然后再来要生两个小孩 然后这个两个小孩子为了政治的目的 就是要投票 将来长大之后 交在一起就有一百万票 他完全把这个中国配偶跟台湾 人民结婚的这个感情基础 完全化约成政治目的 这听起来不是只有对台湾人不礼貌 我觉得对这三十五万的中国配偶来讲 非常的不公平 我仍然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配偶 跟台湾人民结婚是有感情基础 是为了他将来的人生能够去营建更完美 而绝对不是为了 为了投票 为了董小姐这样子的政治目的 但是中国国民党到现在的时空 还会产生这样的全国党代表 我们也只能表达说很遗憾 他可以讲说他个人 但是作为一个党代表 他基本上是一个党的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重点不是他 另外一点是说回到 这件事情引起的发生就是朱立伦 为了去中国嘛 去租席会搞这个东西 我刚刚印象很深的是朱立伦讲一句话说 请大家不要再纠葛于1992年 有没有 可是他的演讲三分钟里面提到 三四次的九二共识 六次 九次 九次的九二共识 三分钟提到九次的九二共识 然后他跟你讲说 大家不要纠结于1992年 奇怪是谁纠结在1992年 是一直在强调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就是1992年的共识 在朱立伦的讲法 然后他叫你们说我可以纠结在九二共识 但是你们不要再纠结在92年 里面一句话我觉得会让台湾人民很震撼的是原来九二共识 在2005年已经变成中国国民党的党纲 记住我是党纲 那党纲是 如果除非有后面的决议文把它盖掉 像台湾前途决议文 有可以把 这个民进党原来的党纲做一部分的 这个修正 修正之外 如果没有修正的话 这就是中国国民党目前的党的立场 国民党中期统一也是党纲 是 所以一致嘛 那 如果你从朱立伦这样讲话 加上他2500年的党纲 你看起来 他这段话是 内容是逻辑上没有矛盾 他是 简单讲美年社也没有误解他的意思 他刚刚讲的里面有几个错误 说美年社马上就把这个报导 就把它取消掉了 报告 朱主席 你没这么大的威力 你现在在网路上面看美年社的报导人人战 那美年社也不是被你恐吓 你这么大的官威在台湾叫一叫 他就可以把新闻给你取消掉 ok 这样子的一个媒体 如果美年社真的撤下来 我还真佩服朱立伦 台湾的这个国际外交 再下一层 恐怕美国 其实不止美年社啊 你看像路透也说 一个中国让台湾人担忧 所以他们也认为嘛 还有就是德国的媒体 还甚至表示说 朱立伦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英国的学者还甚至讲说 习近平借着主席会在施压朱立伦参选2016 台湾测的也太多了 是 所以 第一个是好大的官威啦 感觉到你这个 你的意识形态上面 你还好大的官威 第二个是 我很赞从 刚刚六文雄讲的 你好 没有办法了解去年 九合一选举是如何大输的 他把这个大输的责任 我看起来他只把它归咎于 是马英九的施政不良 马英九之所以会施政不良 是因为你背离的主流名义 并不是说马英九你 丢一个政策 因为你的人和不好 所以大家讨厌你 没这回事 马英九的施政 当然有很多的矛盾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 主流他的思想 他的想法 政策方向 背离的主流名义 太阳化为什么会起来 就是你跟中国搞这些 黑箱密室的谈判 然后大家认为说你出卖了台湾的利益 对 那就是跟中国太过接近 假设你的程序不合法 但是你的实时内容 是绝大多数台湾人能接受的话 我认为光只有程序正义这部分 是积不起太阳化这样的能量 那所以朱立伦到现在他 虽然当然党主席 从九合一败选到现在 也快要半年了啦 我认为国民党还没有了解他为什么输 就是这个政党在九合一大选之后 他没有反省 他没有去了解说他选输的原因是什么 就继续在这条路上面 背离迷这样继续在走 所以我是觉得说 朱立伦从这一点上面看起来 我认为这个主席太弱了 我补充一下 不管他是当中国统战部的海外理事 或者是当江西城政协的海外代表 这个在台湾都是不能参选公职的 那国民党把一个不能参选公职的人 让他当现任党代表 这是什么政党啊 国民党要做一个解释啊 然后我谈第二个我的个人经验 因为我以前当过那个 我们那个中华奥运的常委 那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北京奥运的关系 所以我跟着蔡成威他们 我们去拜访中国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奥会 委员 现场我们台湾有一个常委 他提出发言 他一开一发言他就说 这个祖国的运动非常进步 我们需要祖国的帮忙 可是大陆我 我这样看起来 我觉得大陆就是最看不起这个人 所以我的意思说 事实上你不要以为 你跟人家低声下气 或者做特殊关系的生意 那中国就会看得起你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就是说 所以我的意思说 台湾人不要作见自己 你作见自己 然后你弄了那些身份 也许是有一些小生意 你方便做了 可是你在台湾 连参选公职的 这个权力都没有的人 你还讲那边讲大话 这个真的是国民党超级助血人 国民党真的要出来 对不对 我昨天跟钟晓平同台 他就公开讲 他说这种人 国民党中央 应该要把他撤销党代表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 应该做表态 思琪 我觉得这个董女士 其实她的谈话 实在是不值得大家 花时间去评论 就是她的言谈之间 不是要叫大家转台吗 不是啦 就是我觉得她其实 言论当中 充满了各种的歧视 譬如说她觉得 有些人是不配享有民主的 所以民主是必须要分阶级的 有些人OK 但是有些人她觉得不配 所以她觉得 台湾其实大概也是属于 那个不配的 那个族群里面 所以她才觉得 所以台湾是个乱民主啊 她不知道是 她不知道是讲乱民主 还是烂民主 就是说她其实整个言谈 充满了对于台湾的 不珍惜 还有不屑 她对于种族也是 她说她的妈妈是三地人 就现在没有人在讲这种话 就是她她的母亲 其实是原住民 好 那你既然对于台湾 如此的不珍惜 如此的歧视的话 就是你 你没有回头去想过 你能够出生并且长大 并且足以够条件 可以出去外面去其他国家 打拼拥有 如今的成就 其实是因为台湾 给了你这些基础 就是她对这些基础 是完全毫无珍惜的 然后作为中国的中央统战部的联会的理事 然后还可以这样正正有识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你作为中国统战部的理事 然后你又同时是国民党的党代表 然后现在回过头来又对台湾指指点点 你最好就不要回来用台湾的健保 你就不要用台湾的资源 你这么瞧不起这个地方 这么看不起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不用再使用这边的资源 或者是对这边的人民 对这里的土地有任何的批评 因为这里已经不干你的事了好吗 董女士 她不值得讨论 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朱立伦比较有意思 其实大家对于朱立伦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只不过期待国民党的主席能够一致 你怎么跟我们说 你就去外面去跟人家 他怎么说 既然你认为九二公司是一中个表 那你就清楚的说 嘿嘿哈喽我们觉得这是一中个表 个表讲出来有这么难吗 一天到晚对我们讲是一中个表 一中个表去了外面也不敢跟人家讲个表 更何况立法院公报 这是公文书喔 2000年7月7号大家可以去翻立法院公报 朱立伦委员在立法院的议事殿堂说 现在最荒谬的一件事是大家 在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中国问题上打转 因为实际上现有的情况 最少就是一个中华民国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朱立伦立伟当时2000年的时候 是主张两国论的喔 结果现在当了国民党主席说两岸同属一中 请问一下这是朱主席打脸朱立伟还是朱立伟打脸朱主席 那你自己最好搞清楚了台湾的定位 你再出去跟习近平讲话 否则你过去你你这三天去中国访问 我们看到就只有充满了形式主义 就是比如说我不打领带去校园演讲 我拖个行李就看起来喔我好清零朱主席真是 不要叫我主席我真是太清零了 这些形式上面的东西他都做足了功课 可是就实质的内容究竟对于台湾的未来 能够有什么更多的空间更好的发展 其实完全没有并且还更为限缩 杰明有人说这个主席会的背后 就是为了要加入亚投行 为了加入亚投行这么重要吗 就要这样千里挑挑去然后讲个六次到九次的九二共识 有意义吗 我讲到这边其实有三个地方 我先回答亚投行 大家知道欧洲现在在英国现在在选举 那没关系我们就先讲这个故事好了 那因为这次朱立元讲的是民主嘛 那你知道这次英国在选举的时候 英国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议题是他们要脱离欧盟 欧盟这个议题可能比亚投行更大喔 那么但是因为按照民主程序来看 这次可能脱离欧盟的英国的这个党派 很可能会胜选 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说 今天我们台湾的亚投行可以由朱立仑 不代表所谓公务的朱立仑 只是一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就可以跟习近平来决定亚投行 决定台湾高达20亿美金 是不是要投资中国吗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因为其实谈这事情有点愤怒 这是今天这个自由时报的一个新闻 这是原来国发会说要准备投资 大概是30亿台币到所谓的农村 就真正投资金额是多少你知道吗 真正投资金额只有5.62亿 所以我们在谈这事情的时候 你去谈资助中国的亚投 让中国的过剩产能可以去外面投资 台湾一点都没有利润 你要投资20亿美金这个议题 你拿到北京去谈 却忽略得到台湾事实上有更多农业企业 事实上17年来只投资5.62亿 其中投资中小农企业只有2.93亿 但是只投资11家 那这些我们真正台湾本土这些小农的 他不去在意 他去投资中国过剩产能 去中国投资 这些是要被谈吗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其实刚才那位董大妈 的确我同意没有必要 多谈一件事情 因为我刚刚跟广告的时候 也跟文雄大哥讨论事情 因为我以前在 解敏以前在中国大陆工作 那我去服务的是一家 就是国内的一家基因公司 而且是广东省最大领导 其实广东省有将近2亿人口 1亿多 那我们从深圳一直辩论到 广东的这个 广州的白云机场 我们辩论的主题叫自由跟民主 我发现这位董大妈小的内容 跟那一位是广东省 一家基因公司的 应该他们叫领导 就是最大的总经理 就是广东总经理 他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他就说中国大陆 有将近6亿人口 需要国家的资助 其中有3.6亿人口是文盲 所以你在中国大陆 执行民主可能吗 所以他说这个民主 在中国大陆是不行的 所以他先解释这样子 第二件事 我说你觉得在大陆不自由吗 你想想看 你忘记你在大陆也是到处跑来跑去 所以自由跟民主 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 他认点是一样的 可是我讲 中国大陆哪一天自由 他只要有政经现实批 这样的节目 我就认定他自由 所以他们认定是 现在的自由 就是他们要的自由 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 为唯一执政单位 然后中国共产党 要求任何件事 凌驾于省市长的这个权利 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由 那像跟朱立隆有什么不一样 对 我的意思说 在我讨论过程当中 后来我承认我失败 因为我从这个深圳一路 到了机场 这个总共大概将近两个小时辩论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颠覆 结果呢 中国人的想法 王先生明天不用上班了 没有 没想到 我还是要赚中国人的钱 好 这不是重点 但是刚刚文雄委员 他更正我一件事情 说这个人是台湾人 我刚才讲的事情是 我这一个半小时到 广东机场 白云机场 我被这位中国大叔给打败了 我承认了 因为基本上中国人 他们不懂什么叫民主 中国大陆 他们觉得这十年来自由 是开心的 因为邓小平说的 就是要让少数人负 可是我要问朱立仁的事情是 朱立仁这次去中国大陆 他讨论什么东西 他讨论的事情 不是只有所谓的 这个来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 他讨论的事情 他讨论的事情是 亚投行62号公文 跟青年议题 我问一件事情 他说你看这个内容很经典 这个是他在去之前 他说我们可以输掉一场选举 但是不能输掉一个整个世代 朱立仁称为延续九二共识 盼望与对岸共同努力解决社会的冲击 也就是公平正义的分配 我问一件事情 朱立仁现在中国大陆贫富差距 是他比较严重还是我们比较严重 是中国比台湾严重 你跑去一个贫富差距 已经很严重的中国 要讨论台湾的分配正义 套我昨天讲一句话 原木求鱼 鱼虎磨皮 所以从头到尾 朱立仁这次去的计划 我问一件事 完全减分 但是我要特别谈到亚投行 我要特别做几个 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一些亚投行方面的资料 重点的讨论 我们要回顾到 昨天我是非常情绪性的讲了亚投行 事实上我要说一句话 我借你钱 我要姓王 我跟一个姓王的借钱 我要姓跟你的姓 目前为止 这些已经成为异象国家 仔细看 基本上他们是缺钱多 都是要钱的国家 他们是缺钱多 少钱的少 特别是什么 巴基斯坦是他最重要样本 巴基斯坦已经准备要跟他 去要求所谓的一带一路 设一些基础建设 但是对不起 他的钱可能是要跟亚投行借的 我们来谈一下 有投行到底背景是什么 下一张 白话我们讲 就是亚投行是 中国出来做庄的一个银行 你们都把钱拿来 投资亚投行 是这样讲吗 我讲的比较直接点 是把中国的过剩产能 当作是一个去当的当品 而这个当铺叫做亚投行 他拿我们的钱来抵押 拿我们的钱 把中国的这些所谓过剩产能 当作当品 来拿出当钱给这些国家 简单你就要 巴基斯坦 就是拿中国的这个所谓过剩产能 当作当品 去亚投行去把它当下去 然后呢 重点是谁拿这个钱 中国拿这个钱 他就透过转个手 让中国拿这个钱 简单就是这么说嘛 但是我先打脸哦 台湾的这个海运业 已经说中国的一带一路 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工商时报记者张佩芬的报导 这是在当时一带一路就讲了 台湾海运业说没有影响 主流人麻烦你先跟台湾的海运去沟通 这第一点 接下来看整个背景 为什么有一带一路 为什么有亚投 我们看下一张哦 这是今年一月份的这个中国制造业数据 看到没有 这个叫做跳水 按照中国说法 就是中国制造业已经没有力气了 往下坠 好中国的三下马车 第一个就是制造业 制造业已经阵亡了 那么中国希望有一个第二个马驾车 叫做内需业 我们再看一下 内需业在今年第一季 恭喜你也是持续下往 果然很需要 现在还在往下掉 所以保释中国的服务业也阵亡了 中国三大三驾马车制造业服务业的完了 只剩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下一张 他们经济已经穷到只能降息 这是中国的自己的专家说 中国现在只有降准降息才能救中国经济 也就是说中国的固定投资也不行了 他现在只能靠降息的方式 好了降息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他们经济已经不行了 所以必须要靠降息 来让这个经济能够稳定下来 好了遇到这个情况下 过剩产能该怎么走呢 下一张 因此这个亚投行就出来 它叫做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我们知道当时美国参政二战之后 它有过量的产能 但二战结束之后发生经济萧条 因此它要把这个过剩产能 日本输出到欧洲 现在中国也是这样 中国因为受到过剩产能的影响 使它制造业不行 服务业不行 固定投资也不能投资 因此他希望把这个过剩产 输出到国外 再考虑一件事 没钱 跟大家弄钱 你今天巴基斯坦说 我跟你把这个过剩产拿过来 可是巴基斯坦没有钱啊 是要中国借钱还是亚投行借钱 所以想到一件事 中国借钱尴尬 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把这个设一个当铺 这个当铺叫做亚投行 那金主是谁 金主就是朱立伦 决定拿20亿美金当金主 然后把中国的产品当做当铺 然后当给中国 搞得半天嘛 所以下一张 就是说了不起赔20亿的那个说法 对不对 没有没有20亿是起跳 因为当你成为他的其中会员 他有任何重大投资 他就可以跟你要更多的钱 那我们图什么 我们图的是什么 我图的就是 朱立伦可以去跟北京见习近比 图的就是一回事 这么贵 图的进贡 就是这么简单啊 就是这么简单 亚投行的重点是什么东西 就是中国过剩产人 他没有地方有出户 他希望台湾能够帮他出一点钱 那你说为什么英国要进来 英国是要监督啊 你到底这钱怎么用 那日本是会进来 他也是要监督 因为他们放的钱都很少 他们是要监督 你这个到底怎么搞的 所以答案就是这样子 亚投行不过就是一个当铺 当的东西是中国过剩产能 那当给谁 当给中国 那台湾算什么 台湾就是金主 游民 对不是就是付钱 对对 重点是这样子 那个简单一说法 我还是要强调 今天假设彭教授跟我借钱 对 但是 我是很想 对条件是什么 我必须姓彭 OK 我姓彭之后 我可以借钱给你 不是 亚投行的意思是这样 你钱借我我姓汪 就是你今天去亚投行 你不能叫做中华民国 你要做中华人民国 中华国的一审 这没道理啊 对 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再来补充一下 这个亚投行 他现在宣称将来可以在一带一路 增加了十兆美金的这个经济机会 其中最主要就是这个基础建设 可是光是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 他急需的内部的基础建设 还要八点五兆的美金 也就是说这个亚投行将来 所以主要的经济 所以要服务的这些对象 光是中国跟印度这两个人口数最大的国家 就已经占掉八成五了 剩下的就是像刚刚讲的巴基斯坦等等 这些小国家 他需要一些基础建设 那为什么这些基础建设要用亚投行来出钱呢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中国闹钱荒 你看中国在降准 降准是什么意思 把你存款准备率往下压 而且一口气降四码 是要让你金融底细里面的钱跑出来 那这等于是另外一种Q 那个QE 金融宽松 他降准的钱是要干嘛 你知道吗 因为中国各省的财富 现在遇到债务高足 所以他们发债 没有人要买 因此他降准的银行钱是要去买 他地方的债务 没有错 结论就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钱 那中国没有钱 他现在的经济遇到下坡 而且有可能是硬着陆 所以他要学商事的时候 他们商事遇到经济瓶颈的时候 他就是做内部基本 这个建设的大量投资 所以那时候是几兆几兆人民币这样花下去 那现在没钱啊 事实上没钱了怎么办 所以弄了这个亚投行 请大家弄钱到亚投行来 然后我们再从亚投行借钱 来做中国印度等等 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变相的 深世界这个要玩这个游戏 说自己要来控制这笔钱 将来他做内部的建设 台湾出钱有份啊 你这边在那边讲说你的商机啊什么 我们将来可以去做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中国做都来不及了 他们现在的自己本身的这些产能过剩的 比如说他们的钢铁业制造过多 面板或是这个太阳能板 都做太多了 他们不弄你的还要买你台湾的吗 怎么可能呢 所以亚投行在我看起来 台湾是占不到便宜的 台湾唯一的就是 如果照朱立伦讲的 出了这个20亿美军干嘛 第一个当院大头 第二个 中国老大哥 我们有点贡献 所以我这是进贡的钱 请你对我们和颜月色一点 你可以召见我吧 军建兄如果这样听起来 我想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朱立伦那么样的卑躬屈膝 然后呢就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跟这位董小姐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这位董小姐 蛮值得我们大家来观察注意的 他问我们说台湾的民主是什么 在哪里 其实董小姐 你在台湾 像你这样可以批评台湾的任何政党 任何政治人物 这个就是台湾的民主 你在大陆敢这样去批评共产党吗 你敢去批评习近平吗 你在台湾你可以批评马英九 你也可以批评蔡英文 而且你刚刚讲话 我们大家也尊重你的意见 要知道啊 你在台湾 你享受的人权保障 你不必担心啊 你随时可能失踪一帮 然后就被逮捕了 只有台湾存在才会有台商 那像那个朱立伦这次去中国的访问 我想大家可以看出来 几乎很少有正面的一个评价 朱立伦应该要自己检讨 为什么几乎不分国内外所有的媒体 对你的言论解释 其实都是非常一致的 朱立伦特别提出说 美联社要把那个终极统一论拿掉 我再提醒朱立伦 终极统一论是谁提出来的 是国民党的前主席 现任总统马英九 在2005年12月的时候 接受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的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说的 他说我们党 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目标就是终极统一论 马英九在后来接受其他国际媒体的访问 包括BBC的时候 他不是否认 他继续为他的终极统一论来辩解 所以中国国民党的路线主张非常清楚 再加上你朱立伦这次在中国访问的时候 你所讲的那些话 尤其你对九欧共识的解释 你看所有媒体的看法都一致 再来我们来看习近平的态度 我们有没有观察到一点 习近平跟朱立伦做的面对面 但是他拿起讲稿讲的时候 他说他是讲给台湾所有的政党听 对面的是朱立伦 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但是他为什么讲给台湾所有政党 讲给哪一个政党 其实共产党对台湾 你清楚国民党不能代表台湾 当然不能代表台湾 这句话很有意思 应该我认为共产党也知道 台湾即将政党轮替 他必须要面对的是民进党 我们来看朱立伦讲的亚头行 坦白讲 共产党让朱立伦带什么回来 这个很重要 朱立伦是空手而回 习近平难道不知道你朱立伦跑到 中国去见他要什么东西吗 朱立伦要的是自己的一个政治地位的提升 他的声望 或者是对国民党未来在台湾人民 心目中能不能加分 但是共产党什么东西都没给他 让他空手而回 这个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亚头行 因为亚头行 中国的态度很清楚 他不是说不让台湾进入 而是你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 台湾来加入 如果台湾就等于香港澳门 中国当然让你进来 是你台湾要不要投降 也就是说 在朱立伦还没有去访问之前 中国对台湾加入亚头行的态度 讲话言论立场 跟朱立伦去 在现场听到 拉回来的一模一样 你根本不就不必去嘛 所以我认为 中国对台湾 其实它是有非常深的一个掌握 包括去年的9和1选举 在选举投票的还没有到的时候 大概共产党就知道 国民党必将大败 那9和1选举一大败啊 大概 现在的政治状况来看 台湾一定会政党轮替 那我们现在 不要骂国民党 不要骂朱立伦 他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觉得现在要 呼吁中国共产党 你要面对台湾 你要面对民进党 你要面对的是 各种不同的声音 你要面对的是 台湾的主流民意 我们说过 不是只有国共共识 也不能有民共共识 那台湾的主流民意在哪里 我想共产党非常的清楚啦 那就这一次 朱立伦去访问 朱立伦又提到另外一个 国际空间 9和共识在台湾 马英九执政 国民党喊了这么多年 那我们有拿到 应该有的 所谓尊重嘛 毫无国际空间 而且共产党非常的清楚嘛 对不对 连在国际赛事的一面国旗 都要被扯走 而且反而啦 打压的更厉害 更严重 包括你所有的航线啊 包括航空识别区等等调整 九国共识啊 没有换来两岸的和缓 只是表面上 反而是得寸进尺的压迫台湾 台湾人民不知道嘛 去年太阳化学院 我想对共产党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展示 共产党认为 说你两岸交流这么多年 它让利 让那么多利给台湾 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 这么恨共产党 OK 习近平自己也很清楚 就是被少数人所垄断 就是你看得更清楚 国民党不能代表台湾的人民 OK 好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这个BOT案的合约曝光了 我们带你来稍微看一下 在这边呢 最主要都是李永平 他做最后的这个评审人 因为呢我们看到 那个时候他是主官 那这里所看到的就是 比如说变更公告啦 这个签请要合办啦 文化局第二科 当时的文化局长李永平 在这边都有一个如你的签名 那么在里面我们特别要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这边又有一个永平 接下来我们特别要请到这个 高下月来跟我们谈谈 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其实好像 所参与的 我们看到这边又是李永平 好来 有两家 一个是汉阳建设 一个是富邦建设 当时汉阳的开发权力金 其实是16.5亿 其实是高于富邦的13亿 对 而且我们所看到在后面 为什么得分数 富邦建设只赢了这个汉阳一分 那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所以说这整个松烟的问题 为什么到现在柯文哲头很大 这主要就是合约的问题 还有当初的投标的问题 可以就是说柯文哲所说的 贪婪的财团 跟丑陋的症状关系 在这里面一览无遗 从当初一开始 我们台北市政府 在设定的招标的时候 其实是以全力金15亿为底线 那当初来投标有两家公司 一家是汉阳 一家就是富邦 汉阳当初是以16亿来投标 那富邦呢是以13亿来投标 就最后是富邦得标了 可是富邦得标的当时呢 契约里面是怎么想的 在申请须知里面 契约里面提到 就是说主体事业有分为文化创业产业 跟这个附属事业 那主体事业要65% 附属事业是35% 今天被质疑就是说附属事业 当初在契约里面的申请须知里面提到 就是说如餐饮美食业银行业等 这个等呢 结果现在变成了文创旅馆 变成了台歌大商场 这些都是当初投标须知没有写到的 所以如果当初来投标的厂商知道说 原来富属事业的餐饮美食跟银行业的等 等等于无限大 等于可以无限做任何的产业的使用的话 那今天可能来投标的就不只是这两家 可能有更多家的厂商会来投标 那当初富邦为什么会来投标 然后投标之后是不是有变更的契约呢 包括说原本当初在投标须知里面讲的 容积率不能超过240% 结果现在松烟的容积率竟然高到500% 原因就是因为好市府用一个条派容积 把松烟的骨积的容积加到这个容积里面 所以容积从240%变成500% 这些都是当初合约投标须知里面 一般人看不到的 可是签约之后 开始市府跟富邦谈判之后 开始有这些变更 有了这些浪力 所以我们今天要质疑就是说 容积加倍耶 这等于涂利了一倍嘛 容积加倍 然后附属事业一再的变更 从本来合约里面规定的银行 餐饮美食变成现在的旅馆 变成我们一到松烟里面 就看到那个台阁大埋凤的商场 就在里面这些附属事业 这些都不是当初合约合可的 所以当初是谁 同意让这些产业来进驻 变成附属事业 最令人争议就是说 整个文创大楼 照理说整个文创大楼 应该整个是一个文创办公室 提供给这些小型的设计工作者 来进驻 可是呢 市政府跟这个 富邦谈判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文里面写到 市政府发现在这个文创大楼里面呢 富邦建设有限公司占地906坪 台阁大占地3515.9% 总共喔 光是台阁大跟富邦贵公司 所自营的频数高达了9,112坪 占办公室楼地板面积 63.34% 显然过度集中 这是市政府给这个台阁大富邦的公文喔 但是台阁大富邦呢 完全不甩 因为市政府要求他在104年5月1号签 必须要签出至少一层楼 但是很明显嘛 到现在 台阁大跟富邦还不愿意签出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说 今天富邦跟这个成品之间 听说已经在闹内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富邦来投标的时候 他是拉了一个成品过来 所以让他可以符合一个文创的精神 然后大家觉得成品就是代表文创嘛 所以富邦来投标 投标之后呢 现在大家质疑就是说 那你这些成品行旅 这些旅馆 一个晚上要一万两 一两万的价格过高 然后你的商场呢 假这个文创之名 可是全部都是商业化 可是富邦怎么讲呢 他说我们是二房东 我们只收租金 在这个富邦跟台北市政府的公文里面 富邦说呢 他的台北文创是以租金为收益 而这个租金里面呢 他说啊 他的商场呢 一瓶是一千零五十元 租给成品 对 可是成品呢 富邦是二房东嘛 他说他一瓶是租一千块给成品 成品整租给这些所谓的文创业者 一瓶是租一万块 一瓶租一万块之外呢 他还要收营业收入抽成 包底抽成是20到30%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富邦现在显然就是对于成品 也有些不满 就觉得说 坏名声都是在骂我 结果呢 钱都是给你赚去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市政府对的就是富邦 富邦当初跟台北市政府签约的整个过程 包括说这些 营运权利金 当初合约是说 以营运收入的0.5%来寄收 那现在富邦就是说 可是我的营运收入就是租金 而且呢 在当初市政府 跟富邦的投资契约书里面 看得很清楚就是说 他的营运收入的分析 就是营运规划是以出租方式来办理 所以摆明要当房东就对了 营运收入均为租金收入可 营运面积是两万八千平 也就是说 富邦今天说 当初我在给你的投标须支里面 我给你的营运契约书里面 我都已经告诉你的 我的营运收入就是租金了 所以你今天台北市政府 凭什么来跟我说 我这些商场的营业收入 我要开发票 我要给你抽成 因为我当初都告诉你了 好 那既然他当初 都告诉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郝龙斌市政府 当初跟他签约 会同意这样子一个 贾文创真商场 然后营运收入 完全用租金来寄收 然后为什么当初附属事业 明明就是写餐饮美食 明明是写银行 可是你现在同意他用旅馆 同意他用这些商场 完全跟当初的合约订定 是完全不一样东西 这是郝龙斌政府 当初签约的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 原来就是说 当初这样子一个上权入市 然后一再浪力的合约 为什么会签订 今天台北市政府到 柯文哲上任之后 重新来审视整个松烟的合约 发现说条文都订得很死 市政府几乎没什么空间 因为你不管从申请须知 不管从什么 都是市政府当初同意他的 可是我们来看就是说 市政府当初为什么同意他 非常离谱的状况就是说 包括开发权力金 市政府去评估这整栋大楼 至少是37到73亿的价格 结果我们当初签约 只签了一个13亿 光是开发权力金 就低估了60亿 然后再看这个 调派隆基的部分 当初原本就是签订240 就我们给他500%的隆基 隆基暴涨了一倍之后 租金就少收了10亿多 那另外就是 营运权力金的部分 营运权力金现在 副榜间只用租金来算 但是市政府认为说 你这个整个松烟商场的部分 营业收入应该也要把它算在 营业权力金里面 所以光是这部分 就相差了将近百亿人 秦皇你手上有这个 松烟真诚委员的名单 怎么拿到 他其实是在 各次的真诚委员 纪录里面 他们都要签名 所以自然这名单很自然就曝光 因为今天文化局 已经把所有东西通通都上网 所以我们就看得到这个内容 最重要是你从那内容去检视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些事情是什么 今天有两家公司 有一家汉阳建设 也有一家富邦建设 对不对 他们同样都有来投标 那一家公司 他开出来是16.5亿是汉阳建设 汉阳建设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华府 在台北市很多连开案 几乎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足迹 另外一家就是富邦建设 富邦建设开市13亿 那照理论上来说 虽然说这个DOT案 是所谓的最有力标 他不是用价格 他是用最有力标来看 也就是说 你今天有一家公司出的比较高 那最后竟然是出比较低价格的 富邦得标了 那你总是要证明说 你的那个计划的内容 真的有来得比较好嘛 所以你选择给富邦 而不是选择给汉阳 在今天其实我们在看内容的部分 其实看到什么呢 看到就是说今天汉阳提出来的内容 其实相对比富邦来说是单纯的 富邦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用了很多的文创的内容去包装 但是汉阳其实就很单纯 你给他的那35% 他就只用34%面积 专门就是做旅馆 然后其他部分就专心规划给文创 他的案子是相对单纯的 可是呢我们从真审委员的态度 去看起来会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真审委员其实从一开始呢 你会从真审委员的这个会议记录 就发现他们其实相对是对富邦 跟成品的组合是比较友善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真审 真审委员的这个记录里面看到什么 看到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张刚伟 这一组的这个汉阳建设 其实他是比较 没有这么的对他很友善 因为张刚伟说 就是说他是以一个 就是说当初他 因为他说他是科学园区出生的背景 他是清大化工的 所以呢他以新竹的清大育成中心的概念 去做所谓的文化的育成 所以他希望提供这样的场地 但是呢你会发现真审委员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叫刘维公 后来的文化局的局长 就杰林文平的文化局局长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 你们什么科学园区 他说你们今天进来做 都是用所谓的二房东三房东的概念 他说我们不接受这种 二房东三房东的概念 注意喔 他说他我们不接受这种 二房东三房东的概念 也就是说他不希望 你这个进住的BOT团队 你再租出去 再租出去 这很重要 但是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事实上是什么 今天你一个文创园区很明显 你的松烟文创园区很明显 就是你就是有一个二房东嘛 你就是还有三房东成品嘛 我跟你讲 我觉得如果这是二房东三房东 住给我也可以 因为这里面毫无这个 技术性跟专业性 你住给我 让我当二房东吧 对 可是呢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就是刘维公的标准其实是很有趣的 然后你看到刘维公在遇到 就审核所谓的那个什么 在对所谓的 成品跟富邦的组合 在做审核的时候呢 他们就讲说 他们对他充满了高度的期待 这样子 然后呢 不但充满了高度期待 而且他们非常期待他们的做法 会走出所谓的二房东 跟三房东的做法 这很奇怪 就是说你评审委员 就是说你的角度 照理说你的审核标准 应该是一样的 而今天成品所提出来的方式 就是你看到 他虽然是富邦跟成品的组合 可是很明显就是富邦 把他这个东西 转租给成品 成品呢 再转租给 类似像春水堂这些餐厅嘛 这已经不但二房东 已经跑出三房东了耶 那既然同样的标准 你拿去检视 那个所谓的那个汉阳建设 为什么你不拿去检视成品 跟富邦的这个组合呢 这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为什么 我会特别要谈到成品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 成品根本从一开始 对这个案子 他就很有兴趣 他是高度有兴趣 那高度有兴趣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马市长的时候 是马前市长的时候 他有高度的兴趣 你看 他在马前市长的时候 这边有写 民国94年的时候 你看94年5月19日 选出成品股份有限公司 当这个本案 就是所谓的台北文化园区 这个案子的第一阶段的 最优申请人 所以你发现在马前市长的时候 就已经把他列进去 他也就得到最优申请的地位 但是很有趣的是 在95年底的时候 他们在第七次征审会的时候 撤销了他的所谓的 最优申请人的地位 这很怪吧 而且他是以 他说他的财务计划不好 这件事去撤销 他的最优申请的地位 各位我们去想想看 过去我们谈了这么久的 大巨蛋案的时候 有没有拿过所谓的远雄财务问题 去质疑他 马市府有做这件事情吗 没有 在所谓的日盛生的 美和式联开案的时候 坦白说那时候 日盛生的财务计划 其实也不好 还要透过市政府帮忙 但是那时候台北市政府 有拿财务计划这件事情 去刁难过日盛生吗 也没有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这个案子到最后 竟然会用财务计划的原因 撤销他最优申请的地位 就是不喜欢他 所以那个时候有人怀疑 怀疑是陈品的武器 有在那时候跟阿扁的关系太好 所以他后来找他马把这拿掉 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 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 就是陈品确实参与过这个案子 而且陈品不断参与过这个案子 在民国96年 郝龙斌重新在当 郝龙斌当上台北市市长之后 这个案子重新被拿出来 而且李永平跟郝龙斌 就把这案子拿出来 重新再开始做 做所谓的台北文化园区的BOT案 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郝龙斌一开始的时候 对大巨蛋案 前几年是都不碰他的 他们反而很热络的在碰 所谓的台北文化园区 这个案子的BOT 然后96年的时候开始规划 然后到97年的时候 开始正式的所谓的招标公告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照理说这个案子 你所有的不管是所谓的 这个主要的事业 就是文创的部分 跟附属事业 你同一厂商 可以经营旅馆 经营电影院 然后去补这个文创事业 亏损的部分 照理说这些规定 他们都有一个 有个单位叫做 财务评估及专案小组 去决定说 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 园区里面应该是80% 20% 80%做主要事业 20%去做所谓的附属事业 然后去决定说 我的权利金要收15亿 还是要收13亿 理论上 你所有东西都必须要 透过这个小组 才能够决定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结果没有 在最原始的时候 他们是给所谓的80%的面积 然后给20% 80%给主事业 20%给所谓的附属事业 后来私下放松 对不对 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小组 同意才能够算数 可是后来很有趣 后来怎么会是 因为用公文内签的方式 就签过了 然后就直接把它放宽到 60跟65跟35的比例 这个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们找一下那份公文 七皇 这让我想到什么 你知道 这让我想到叶世文 跑去找这个 银眼梁的时候 对 就跟他讲说我是叶世文 然后你给我一笔签 现在我帮你做两件事情 对 就是评审委员交给我 然后得标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放宽容积率 放宽鉴壁率 对 所有的事情我包定 对 听起来一模一样嘛 这个案子一样啊 所以你看 本来你要经过所谓的 像这边写出来的你看 他会有个所谓的 财务评估咨询 及专案小组 正式的开会 有人列席了之后呢 再定出所谓的 合理的那个所谓的 主附属事业面积的标准 但是呢 你怎么到最后 会是用这样的一份公文内签的方式 就直接把他本来定了80% 把他降到65% 然后呢你把附属事业 就他可以拿去盖什么 旅馆商场的部分 让他从20% 直接变成35% OK 这个程序其实已经是不对了 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你当初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看起来很明显的是什么 你很明显的是 就是在希望对厂商好一点嘛 但你希望对厂商好 希望对原需好 无可厚非 但是你总是要循正常 应该有的程序吧 这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整个案子 从后到尾都让大家觉得很匪夷 所思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这个案子真的不赚钱吗 这案子很赚钱耶 成品在那个地方 去年一年就赚了12亿耶 但是这12亿里面 有没有办法回馈到我们台北市政府的那个营运权利金里面来 没有耶 他没有办法回馈来耶 明明当初按照所谓的招标的那个须资 而且明明按照七月书里面有一条规定就是说 你这个原区里面所有的终端消费 哪怕你去买吃的也好 买喝的也好 买饮料也好 所有终端消费你拿到的发票 都必须要是富邦所成立的这一家 台北文创公司所开出来的发票 不应该是成品的发票 可是呢 你今天却让成品在那个地方开他自己的发票 而成品所开的所有的发票 都没有办法进台北市政府里面 变成所谓的营运权利金 清皇台北文创的副总经理 发言人这个刘立慧他的意思是说 按照他说合约的精神 他们只能够收这个二房东的租金 所以这个二房东要卖什么东西 这个发票是二房东的不归他的 这样讲对吗 对没有错 而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 实习手上有这份合约 我手上拿到的这印出来这个是 他们在真审的会议当中的 第四次的会议记录 在这次会议记录当中 就决定了谁是最优申请人 跟次优申请人 就帮他们打分数嘛 所以一个是80.57分 一个是81.86分 我要讲的是说 在这一次的会议记录当中 其实你看到每一个人的发言 然后还有这两家厂商代表他们 回答这些评审委员的这些含附 这些对话当中 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这些评审委员心中其实 早已有定见 为什么 是因为汉阳他除了提供了比较高的 开发决力金16.5亿之外 刚刚也提到 他要拿出1亿元作为创投基金 那所以他又多了1亿元 可以给这些年轻的这些 比较没有文创工作者去提供他们的话 那其实条件上面应该比较占据优势 然后在内文的就是在这个 评审委员跟他们的寻达 这个对话当中 刘维公就特别提到说 他觉得台湾一直把这种文化圆区 当作是一个平台 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个科学圆区的方式来操作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做法 所以我们讲这个平台感觉就像招商一样 我们也很担心说 那你们富邦以后 富邦成品之后 你们是不是只会去做招商 就让人家进来这样子摆摊 然后让人家看看展览什么的 结果你知道吗 回答的吴清友他说 你也知道嘛 台湾的文创产业 其实现在靠这个产业是没办法继续生存下去的 没有生存就等于没有未来 所以呢我们在蔡明忠董事长的感召之下 透过我们这些文创产业的经营者 任何一个个人跟团体透过我这个平台 未来我们就有机会继续在国际市场上一针长短 他也就是说尽管刘维公都已经提出来说 我不想要只变成一个招商的平台 可是他回答他说 没有你那样子 台湾文创是没有出路的啦 一定要按照我这种有平台的招商的 然后你台湾的文创才可以 才可以这个 往下发展下去啦 那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这些评审委员 其实心中早已有定见 根本就比较属意给这个富邦 所以他才会用一个比较低的权利金 然后又没有提供额外的这个创投基金 然后又根本摆明的就是告诉你招商这样子的条件 然后你还是让他得分比较高 81点多分 那所以另外所以他们就签约了 签约了这是合约书的文本 合约书文本里面还有一点很扯的是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富邦蛮强硬的 富邦说不然你台北市政府买回去 买回去他说资产转移前 有乙方建议公正之专业建价机构 也就是说你要建价是谁决定那个价钱 是台北文创公司耶 这太可怕了 因为乙方是台北文创公司啊 那所以当时台北市政府 你为什么会去跟人家签这个 如果我要买回来说你告诉我价钱 然后我就去买喔 你不用自己去找一个公正的第三方去建价吗 而且至少要是双方合议 对 对 就是说你怎么会去签这种奇奇怪怪的 讲到建价公司 我们上次在节目中跟秦桓也讨论过 其实建价公司在民间大家都知道 他跟律师很像啦 就是谁付钱给他 他就来问你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需不需要建高一点还是建低一点 今天竟然台北市政府 把这个建价的这个指定权权利 交给了台北文创 那不就是叫小朋友说 来考建拿给你 你回家自己出题目 然后明天来考试 这不太扯了吗 所以在整个征省的过程中你看到什么 这个 刚刚事实上 清皇有报告到 比如那个三方合约 这是关键 那一般 一般你一定会取说 营运收入哪一个为高 就用那个来抽成嘛 那结果他是完全用租金收入 不管你的营运收入 所以后来就是我们看到成品 他营运收入这么高 结果市府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因为他三方合约就签死了 签死了 还有比如说 哪些项目可以进入这个文创区 那市府也是有审批权 结果他就认定台歌大 就是所谓的数位内容产业 对 那结果他居然让他占 这个高达三分之一 9000平的这个土地 那是当他现场来卖手机 这个怎么会是数位内容 那市府也 因为他已经核准了 现在科批的麻烦就在于 是 都是过去式 对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就是 好龙斌阵内发生的事情 对 那不管是合约签得很不合理 或者他已经批准了所谓 台歌大也是数位内容产业 而且全部都是 没错 然后对于他的营运行为 基本上BOT的合约完全都没有规范 对 所以他就随便他经营 比如说有人可以去结婚 租一个会所一天76万 嗯 不管 那或者是他用卡通展 那卡通展通通都是西方的 卡通人物 他也不管 因为他也没有所谓要保障 本土的怎么样的文创 或者基本上要给 比如说那个 收入比较没有那么高的 一些文创业保障的机会 通通都没有规范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开始办 那个奢侈的车展 办奢侈的这种什么包包啊 各种服饰啊 名牌啊 对 那个营运的行为完全都没有规范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郝龙斌跟马英九千的 这个所有的BOT 对营运行为是完全都没有规范 OK 所以现在就衍生出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大家在讲了说 金酒站也变成百货公司 大巨蛋也要百货公司 那这个也是百货公司 三创也是百货公司 台北市政府转运转也是百货公司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就变成非常离谱的状况嘛 就是 你的营运行为都没有做起码规范 对弱势者没有起码的保障 然后对于他该有哪一些活动 不能够太离谱 通通都没有规范 所以你现在就让柯P非常痛苦 这刚好证明马好十六年执政 最会做的事情就是盖百货公司 就太离谱了 就柯P现在已经看到了 繁荣经济 你刚刚柯P对松烟文状还不得不说 这个是合法可是很不合理 不这个就是现实 这个问题就出在 我觉得我们与其 我们在怀疑说 为什么今天像富邦也好远凶也好 他们会这个气焰这么高 我们与其去苛责他气焰高 不如来问说 谁让他气焰这么高 这纸合约拿出来 他当然气焰高 因为你上面写的白纸黑字 是这么写的 但是对公司来讲 他当然要追求最大利润 他包不得包山包海 赚更多更好 问题是谁让他用这样的合约 把台北市民的钱 把国库的钱 如此浪费的给花掉 新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倒觉得他是良心还有的人 还好 谈差不多我们 我们最后的当事人 就是双方的老板谈一谈 应该事件可以解决 因为我后来发现 为什么谈判会弄得很僵 因为常常底下在做事的人 一定要表示说 常常会要向老板表示说 付他 那个钱是值得 所以常常在谈判上 反正都非常强硬 反正直接跟老板谈都没那么严重 好我们发现科B其实他非常主观 他看人就是两极化 他拿什么判断这个财团 是拿刀叉吃人肉 他怎么去判断那个财团是 还有良心的人 所以我们要请教这个在场的来宾 那可能他的一念之间就决定了 这个财团是不是要 他要杀出这个铁腕作风 或者某些财团呢 我们就坐下来谈谈 双方各让一步 这牵涉到的问题很大 这可能是一个态度 或者是一个认知 可能就是几百亿的台北市民的市库的问题 所以这问题我们要谈一谈 另外呢我们要发现说 松烟文创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说你这个文创 台北文创呢 把这个土地一平是 一千零五十块钱租给了谁呢 租给了成品 结果呢成品怎么赚钱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真的发现 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野草不肥啊 他是怎么富怎么肥的呢 结果你看这个二房东真是很爽 他一千零五十块钱 跟富邦这个台北文创租的钱以后 他用一瓶一万块租给了文创业者 一瓶一万块赚十倍 这种二房东不需要know how 我来做也可以啊 好问题来了 他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这种还包括了什么 他再加上这营业抽成16到22% 一个营业抽成抽掉百分之二十 怎么赚钱呢 还有文创业者能活吗 这是台北文创吗 是让台北文创的业者有生存的空间吗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 假设某一个业者 今天有个业者 他要来进入这个空间当中 我们来帮他算算成本了 就算他一个月 如果他一个月营收是八十万 当然要看他的规模了 一个月营收八十万 坦白讲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你看月租二十五万的话 换句话说二十五平 小小的一个二十五平的空间 一个月要有八十万的营收 好这不容易 扣掉了月租二十五万 还有十万的管理费 成品的抽成百分之十八 如果我们拿十六到二十二 这中间的集聚来看的话 剩下三十万 他的营运成本扣掉 好人事成本扣掉以后 大概会要赚钱的机会不大了 好我们判断一下可能一个月要 亏到两万到三万块钱 那这样的一个利益良善的文创的园区 是让这些财团去当二房东三房东 大赚这个班有运物的钱呢 还是他的原始初衷 是要去保障那些比较弱势的文化产业 文创业者去扶植台湾的文创业者呢 我想这样的结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怎么会露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清华 我觉得其实今天这整件事情 就像我们讲的 他很明显就是整个案子一开始 就很像是在替富邦做量身定做 对不对 我们不是有讲过吗 你怎么会有案子一开始 第一个你主打说你要照顾 所谓的那些文创工作者 我在那里面还看到就好文斌的讲稿 你还说是要发展文创产业 但重点是你第一个 你明知道那个地方 文创产业的性质有非常多种 你总是要去至少要合理 平均分配 可以多元发展对不对 你哪有说光是一个数位内容的部分 高达57.14%的面积 全部通通集中在所谓的数位内容 跟所谓的行动应用上面 那台湾有几家公司 是搞所谓的数位内容 跟行动应用 两个同时都做的 那你算来算去 就很明显就只有几大电信业子而已嘛 第二个你在一开始就知道 你的楼地板面 你的楼地板面积每平 你要租的价格就是 一平就是2200 2200而且你最低要租100坪 也就是要22万才能够租的进去 那你想想看台湾有多少文创业者 是能够进租到那园区里面去被照顾的 你这不是摆明告诉他 告诉大家说你根本照顾不到 所谓真正弱势那些所谓的文创工作者嘛 那你这个你想想看 一个是2200的楼地板面积 而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所有的富邦的财务计划是算 因为他后面有个财务计划 财务计划里面写说 富邦50年BOT财务计划可以 税后存益高达259亿2777万 这个财务计划里面建立的前提 确实就是在办公室每瓶租金2200上面 所以呢当今天台北市政府说 你台湾大哥大今天用了 9000多瓶的这个楼地板面积 你要搬出去可以 但是你要等我 你要让我确保就是招商 招到就是愿意用2200这个金额 进住到这边来办公室的业者 我才愿意搬 如果没有找到我不愿意搬 他开的条件是用这个来汉拒 为什么 因为他当初确保他能够赚钱的财务计划 确实就是用一瓶2200这个金额 去做试算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你商场也很赚钱 你办公室照你规划也是很赚钱 那你根本从头到尾都是看起来 就在做赚钱的事情 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做所谓 真正好好的去照顾 所谓文创工作者的事情 我们试想到今天为止 这个文创园区到目前为止 已经开幕多久了 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文创工作 是真的在那个地方被照顾到 而且是符合当初 他们面对真神委员的时候说的 说要让台湾的文创工作者 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 我在讲发光发热 当初你们去真神委会 你们去做讲解的时候 竟然讲出这种话 说要帮助台湾的文创工作 站上舞台发光发热 那今天 现在也是发热 到底是谁发热 我们今天只看到 大家在追究这里面的 不合理的事情 追到发光发热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到底哪一个文创工作 因为它发光发热 对 因为每天要去瞅这些 租金跟这些东西 脑袋发烧 我补充一段 其实吴清友也有 在这个会议当中 告诉评审委员 他其实讲的极为清楚 我们的专长 是在要扩大顾客基础 所以呢 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把消费者的量体 这个基础扩大 所以消费者 就会来买这些人的文创产品 所以他其实已经 跟评审委员讲得很清楚 我们没有要做文创 我们只是要给他们卖 做生意 然后呢 扩大了那个基础 让他们来买 可是你用这样子的租金 其实就是给 以具规模的文创业者嘛 所以 其实这跟当初 台北市政府 希望弄这个 文创的松烟 这块地方的 目的不同 一平一万块也是起 租得起的人 不是 不是具规模的文创业者 我觉得应该是 地下钱庄吧 他就说我们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商品开发 而是市场跟消费者的开发 人家这么清楚的告诉你 台北市政府 而你市政府 又明明知道 他的目的 跟你原先的目的是不相同的 但是你还是跟他去签了 这样子的合约 不是当中有鬼吗 不过我们补充一点 就是说 因为富邦 他被台北市政府缴 抽那个营运权利金 是因为依他的营业额嘛 所以他的营业额越低 当然台北市政府收越少 他也缴越少嘛 因此他当然要 要收入越低越好 所以才会造成 现在他租给 成品一千块 成品再租一万块 但是各位要知道哦 富邦真的就这么 天真无邪 这么容易受骗嘛 他不知道成品 会租给人家多少钱 他完全都不知道嘛 所以有人强烈质疑啦 那么到底成品跟富邦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商业约定 有什么其他的秘密 就好像我们强烈质疑 台北市政府 在马英九跟郝龙斌 他对一般的小市民都非常精明 可是他遇到财团签约 他都自动会变笨 因为台北市政府 我不知道他这样完全不干涉 BOD厂商的营业行为 那以后对台北市的 市政府的权益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保障 杰明你怎么看 这笔账 我们大概都有用过UO卡 现在高雄也有智慧卡 对不对 那不论今天是 张三李四的公车 你这一卡下去的时候 不用担心 张三李四的公车 一定会分到 他该分到的钱嘛 所以电子商务就是 最美妙的地方就是 其实你根本不用在意 你开什么发票 只要你有一个总统的 一个号码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哪里消费的 所以台北松山文创公司说 他要交给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他下面所管的 任何一家公司 说这个必须用他的发票 基本上这句话 听起来就知道 那UO卡就根本完不成了 智慧卡根本不要消 信用卡也不用谈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出发点是荒谬的 但为什么这个出发点 可以这么如此荒谬呢 我们就引用一个人嘛 这个人你应该大家都记得 这个人太优秀了 我们一定要讲这句话 因为他现在呢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名字就是 律师叶庆元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人 那这个事件发生 叶庆元马上警告说 市政府你会打输的 不要忘记 叶庆元之前就是 代表市政府的 就是代表市政府的 然后他说 恐吓柯文哲说 你去打 你一定会输 那表示说 请问一下叶庆元先生 当时你在这个法规会 你有复合你有帮忙政府 北市府去监督法规吗 答案是没有啊 所以道理简单 那我请问一下叶庆元是谁 谁聘的 当然是郝隆斌啊 所以郝隆斌 聘了一个叶庆元 叶庆元打脸 现在的市政府说 你这样的法规一定会 所以这一段话 可以当成将来 他图例的时候的证据喔 他自己就图 自己就已经打脸自己了嘛 所以我还是强调今天是郝隆斌 你当时是笨蛋还是白痴 还是你就是 完全就是搞不清楚状况 你找了这个人 牵了一个上权入国 什么叫上权入国 这个人 是一人 他怎么做的 是一人 是一人 吸引不住的 是一人 是一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